年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可怕的动物叫年 它一睡就是三百多天 醒来就要吃人 有一个神仙告诉人们 年最怕红色的东西和最大的响声 年快来的时候 大家在门上贴红纸放鞭炮 连看到红纸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吓跑了 第二天人们见面都说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华人新年就是这样来的 The end